都有女朋友或是结婚的 你没机会了 当然我没机会了 不过你把机会留给我们抖音的朋友 对啊 对啊 机会来了 老油条今天为大家找到了在医美柜台上班的美女 诶 请问是安如吗 对 现在我跟你一起去上班了 她 这位台北小美女叫做安如 今年21岁 怎么去公司啊 我做公车在转捷运车 差不多40分钟左右 每天你都是打扮的美美的吗 偶尔 搭上的公车 安如和我有说有笑 搭公车的时候一般你都在做什么 我很平衡 放好 所以有人来跟你搭讪啊对不对 偶尔做绝运的时候 跟你要来的 哦 要联系的方式 对 我都不用了 坐了七八分之后 我们要转达另一个交通工具 就是捷运 在台北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一般来说 都使用悠游卡付费 车子来的 都坐几站了 五站 这个团 好了我们到了台北车站 也就是安如台北相邦的附近了 在台北相邦你生活很紧臭 不会 不管了 我在台北相邦 早餐吃了没 还没 我刚才是谁会买 都买饭团 然后再买一杯饮料 通常一个饭团 五十三元 好来到了 安如上班的 大公大楼 那这边打卡 打卡 那这边就进不去了 这边可以啊 可以啊 当然 安如换衣服 难是止步 只好等她换好衣服 再拍摄 这么快啊 这是你们的工作服 对 我的工作服 定做的吗 还是 对 公司 十点整一到 安如开始忙碌的一天 所以早上来第一件事情 先登电脑 回客人的讯息 都是我们会财回 对 等一下下好了 咨询的动作 很多咨询 有些都是要预约的 这份工作你做多久了 差不多半年 一个月的薪资大概是 三万左右 安如可不问一下 嗯 你结婚了吗 我未婚 男生有什么样的条件 身高差不多175左右 去没有设置 要 房子呢 结婚要有吧 男生的薪水 一万左右吧 需要聘计吗 要 那要多少 我妈决定 如果有大陆 肯不法吃呢 嗯 看我没有喜欢 所以你也是外貌协会的 也没有耶 我不一定啊 看感觉 但是他带我出去玩 如果有人邀约你 带你去走一走 你还吃吗 我还吃 你最想去大陆是什么地方 大陆 上海 上海 为什么 这就很漂亮 我吃辣 后来吃辣 所以四川也不敢去 没去过 我都想去 各位正在观看这个视频的人 你们都有机会啦 家里是只有你一个吗 还有姐姐 哦 你还有姐姐 大你几岁 大我两岁 跟你一样漂亮吗 还是 我觉得都很漂亮 真的吗 看一下 好 好 安如秀出姐姐的照片 你们觉得安如比较漂亮 还是姐姐呢 好 那我现在差不多要去整理资料了 地盘上的资料都要归 啊 可能按照号码 然后把它整理好 你觉得颜值重不重要 做美的方面应该都蛮重要的 我面试的时候那个 说 你很漂亮 我很喜欢你 啊 你自己教过几个男朋友 我自己哦 一二三四 五 应该三个 三个 没有那么多 安如在台湾最大的医美诊所上班 当然也会遇到帅哥医生 看到之后你们感觉怎么样 心情很好 都有女朋友或是结婚的 嗯 你没机会了 当然没机会了 不过你把机会留给我们狗晕的朋友 对啊 好吗 nice 在诊所里 安如的好人员没话说 你觉得安如这个女生怎么样 不活泼 为什么要等一下 我想一下 因为她有太多优点 喂 请问是张小姐吗 这里爱丽专请电用通知纽约 明天上午十二点哦 现在中午时间到了 要去买饭 我要去买饭 我要一张一桌桌绿加乳粉 我要一个虾兰混沌面 这样多少 那两个混沌面包 针对这份医美柜台的工作 安如相当满意 一整天下来十分充实 台湾摆了一天 今天拍摄的医美柜台的工作 那么安如今天也辛苦了一天 那么也接近尾声哦 安如谢谢你拍摄成功 拜拜